來,一根蘿蔔 一根蘿蔔可以做成一個龍身 簡單刀去拉剋刀跟槽刀 來,接下來我們先做 先做這個開口 用我們的主刀釘出我們龍頭的齁 龍脖子的長度 做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龍脖子就出來了 接下來弧度抓出來 一隻龍,一隻蘿蔔可以讓它轉成雙 雙圈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為了轉圈而煩惱 要去年東年西的 接下來 第二個圈已經出來了 第二個圈出來了 非常快的速度 接下來我們把他的厚度抓出來 龍的厚度把它抓出來 好,再把背後的厚度把它抓好 來,第二圈 第二圈是上龍尾的地方 一樣,把它做出來 好,因為這個蘿蔔比較老 好,接下來我們龍尾 好,這邊是屬於我們龍尾的地方 做一點層次 好,接下來 大體出來了 接下來我們 再做一個迴旋 好,這個迴旋是要做到這個 上龍身 上龍身 好,目前呢 剛過了三分鐘 三分鐘 我們的大體已經出來了 好,這就是我們的大體 好,這樣子應該看得非常清楚 我們的大體 好,這只有一根蘿蔔而已 一根蘿蔔 現在我們要炒刀 炒刀 把圈做出來的話 會更明顯 把圈做出來的話 你就會更明顯看到我們的雙迴旋圈了 好 好,接下來後面 後面我們稍做一下修飾 稍做一下修飾 好,要接上我們龍尾巴 好 龍尾巴的話 用我們剩下來的廢料就可以了 好,剛剛前面剩下來就可以了 好,目前是這樣子 好,這個是我們的大陸的502瞬間膠 但是 它一個重點就是 像我們瞬間膠黏到的頭 都會黏著 硬邦邦拔不下來 它不會 它頂一下就出來 好,掉了 好,就可以使用 好 好,因為這蘿蔔比較硬 我怕等一下應該會 黏不緊 好,接下來我是習慣是用蓋果刀 把龍的尾巴做出它的身形 你的蘿蔔非常的硬 一樣要走一個S型 好,這個是看我們一根蘿蔔 銜接起來的長度就是那麼長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細修的動作 細修的動作 就是去腳 好,去我們的腳 它就會變圓 好,我們把它修飾 好,修飾形狀 到龍尾巴的時候 讓它逐漸變小 好,目前已經過了5分鐘了 5分鐘了 好,我們把所有的 所有的腳都把它去除掉 好,我們可以煮了 好,我們會要弄圈圈的感覺大一點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尾巴还是有点太粗了一点点,我一样再把它降低,把它变细 好,大概后面再做一个细修就可以了 我再直接用我们剩下的废料做出一个龙尾巴 由这边,现在目前过6分钟,由这边来做起来应该就可以了 来看清楚,我们尾巴虚的地方,要让它有点飘的感觉 要让它飘的感觉,有点飘逸感 剩用我们的刀尖哦 我今天过了7分钟了,我估计9分钟要结束,9分钟要结束 好,做出我们龙尾巴一个飘楼的感觉 这样就出来了一个龙尾巴的形状 接下来用我们6边形的拉割刀,把每个地方深处做出一个记号 拉出一个深型的记号 好,就照着它去拉,它做出来的速度非常的快 好,这样就出来了 好,再接到我们的龙尾巴上面去 好,再接到我们的龙尾巴上面去 好,一下后面一样的搅拆一下 好,一下后面一样的拆 Sedan 帮我们的身形再修过 把它整个给它修顺以后 因为后面的尾巴要比较小一点点 要逐渐让它变小 开始慢慢做一个细修的动作 这是一个双回圈双回圈的楼 成本20块钱 成本只要20块钱,可以做成一只楼 剩下的,下次再说吧